大家好 看過此段影片 記得按讚及訂閱 謝謝 這一段是要跟大家說明 亮度及對比度 該如何使用 如果你還沒有下載及安裝PhotoCAP 請參考 這裡面的教學 打開PhotoCAP之後 點擊左上角的載入 然後選取要處理的 圖片 點擊OK 或者是 檔案 載入影像 選取要處理的 圖片 點擊OK 上方的影像 亮度 對比調整 點擊它 拓動視窗 亮度 亮度先調到50 左邊是原始的圖片 右邊是調整後的圖片 這個是預覽模式 亮度調整之後 會偏白 會偏白 好像有一層霧 十分的 朦朧 那接下來就是調整對比度 會變得 比較清晰了 像這樣 像這樣 原則上 你剛開始在調的時候 先抓個大概 像這樣 和原始的圖片對比 亮度對比度調整之後 變得比較明亮 清晰 好了之後 點擊OK 點擊 左上角的 儲存 左上角這邊的框框是 圖片要放到哪裡 這個資料夾 下面有什麼東西 這個是 剛才處理的圖片 這個是 圖片 的 預覽 這邊建議 大家 一件事 檔案名稱 的尾部 加上 02 或者是002 你不要去覆蓋掉 原本的 日後 你要修改的話 你還要掉 原本的圖片出來 總之 你不要覆蓋掉 原始的圖片 這個處理後的圖片 你加上02 或002 做區分 好了之後 點擊OK 點擊確定 打開檔案總管 本機下面的圖片 就可以看到 調整後的 圖片 亮度 亮度 對比度 到底是什麼意思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兩段的文字說明 亮度 對比度 你在調整的時候 不要 離螢幕太近 有的時候你會越看越近 你在調的時候 你可以離螢幕 遠一點 或者是站起來看 剛開始的時候 抓個大概就好 不然調整來 調整去 很浪費時間 嘗試 大部分的軟體 右上角有三個按鈕 縮小到 工作列 將視窗最大化 還有 關閉 該 程式 由於 由於我是要 說明 Photocap 某個功能 所以我使用的是視窗 模式 繪圖軟體 一般有很多的按鈕 很多的選項 使用的時候 都是 最大化 好的 那這段的說明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耐心觀看 此段教學 還是 讓我們聽說 有空往 對 是 感谢观看